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新的一个 算是破坏性革命 不过美国人真的蛮厉害的 像那网继网络兴起的时候 我们刚才学程式的时候 没有网继网络的时候怎么办 都要到图书馆去K书 然后呢找的书呢又不见得是你要的 可能我要找的是VB Video Basic 但是它只有CC++那怎么办 还是硬去K它啦 OK 后来网络的时候太好了 后来有Google更好 马上可以搜寻到威尔斯 那谁还要特别还要买书 所以那个时候有个年代 我刚入行的时候是还 网继网络才刚刚出来 还没那么人们 所以我其实花很多钱在买书上面 可是网继网络之后的话呢 慢慢就不太买书了 因为你会发现网络上其实都有 而且人家都做得很棒 那只是说有一些作者很聪明 他就会做一些行销 可能部分让你看到 但是他最后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看最精华的你就要买书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脑波弱他就买了 但如果脑波抢的你还是骗不到 没关系我还是去书店怎么样 把你那个东西看完我就有了嘛 所以现在书不太好卖也是这个原因 那更不要说AI AI之后的话那真的带很多东西 以往你必须要花很多钱 或者说你要认识很资深的工程师 你的爸爸请教他 我有什么东西要怎么写 比如说我们Python跟Excel 要怎么把它串联在一起 那以往这个你光买书出很多了 这也蛮畅销的 如果你看完之后你还是不会 那现在的话有个大师 我觉得CHAB真的 称他为大师一点也不为过 这把你写出来也写得很赞 而且他还帮你挑选哪一个模组最好 OK他会帮你筛选过 如果你要用什么你还可以指定 OK他就帮你写出来 而且写得非常好 那真的可以大大解决你的问题 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个程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段 其实我也只是简单的把问题叙述 说实在我真的没有做很多的编排 我就是很直白的把问题丢给他 而且他里面有DF 我还讲一下不要DF 如果你不喜欢 如果有Try你不要有Try 你就是直接跟他讲 把这程式复制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结果OK 不过理论上偶尔他也会发生一些错误 或者是跟你要的不太一样 那当然如果不太一样的话 有几个方式 要不就是说 你再重新丢问题给他在下方 他会帮你修正 要不的话 像因为我们看得懂 我就自己改了 OK 不然你自己一直问他 我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对程式OK 那没关系 看得懂自己改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到底有哪些地方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的话 所以这段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连结 你们如果要参考 你可以先用我的 然后之后可以用 你自己的叙述方法 自己来做一遍 那首先呢 这个程式里面有哪些架构 是必须 而且以后一定会常常出现 首先第一个 因为我希望 可以让成绩有个地方输入 那如果以前的话呢 如果你假设要输入一个东西 需要产生一个变数 那可是问题 我要输入了很多个啊 几个我还不确定 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 有没有发现 它的第一